下面进入第二个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多 所以时间上也都比较紧 我们第二个话题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关于香港政府又设立了五个人的这种悬赏 大家知道12月14日 星期四的美中时间凌晨5点 那么从香港传来消息 就是说香港政府 香港警务司他们把流亡海外的 郑文杰 徐尹廷 少兰 还有蔡明达 郭佳志 这五个人就是悬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那么100万港币 那么在每个人100万港币悬赏的 这一次呢已经是继上一次悬赏的八个人以外呢 那么这是第二国 那么上一次呢一共悬赏了八个人呢 是徐志峰 罗冠聪 郭荣强 任建峰 袁公仪 孟赵达 刘祖 李 郭凤仪 那么现在为止 香港政府已经悬赏了13个人 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一时机器前场浪 尤其是这个绍兰呢 他还是个美国公民 这也是港英政府呢第一次悬赏美国人 所以这个用中国的话来讲 行走的100万 那他是到底对海外的这些华人有没有影响力 再一个呢 香港政府为什么会突然又开始在这个节骨眼上 又开始进行第二次悬赏 那么我相信他还会有第三次 随着香港民主民众的推进 以及随着香港议会的召开 我想这个拭目以待 看看香港政府还有什么新的这个措施 但是现在香港依然变成了一个大陆的城内内地城市 谢谢我们有请冯崇一老师 好 谢谢 刚才金平兄讲到台湾的议题之后 已经提到香港 记得在县市选举时候 民进党神经提出个吼号 是如何唤醒台湾人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吼号 就是票选国民党 台湾并香港 香港是一个一个对台湾人而言 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教材 一个比照物 就是这个 我们讲习近平上台以来 好端端的就把香港东方之珠 毁身 现在这个样子 很多 包括台湾在内 国际人士在内 都表示不理解 就是一个下金蛋的鹅 或者下金蛋的鸡 为什么习近平会杀掉他 会干掉他 这里头就是我们要知道 他这个习近平的背后的动机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 很多 特别是在商银商 华尔街的人 还有台湾一些商人 一个对中国对香港问题的一个根本上认知上的根本 秘误就是把中国把中共政权当成一个正常的政权 把中共现在已经做市场经济 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了就看待他 老是用他们的眼光 他们会算经济账 他们会会会对海外对香港对台湾 都是用经济算经济账来做理性的行为 所以这是完全错的根本上错 习近平是这个这个我们叫习贼 一个独夫民贼 他考虑的优先考虑的问题 是他的政权安全 他个人的安危 他的制度安全 他的意识形态安全 所以其他的经济民收都是他一行不惜代价 之后为了政权安全不惜代价 随时可以牺牲掉 可以抛弃掉的代价 根本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需要你要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理解 这么一个习贩专制统治者 一个独裁政权 他的动作 所以他现在 在2019这个反送中出来之后 中共政权提出了一个第二次 回归 其实他就要毁掉 把香港的这个整个公民社会 整个政治反对派 射底的摧毁 就是他们要不能把让香港继续作为一个 兵服中共政权的行哨阵地 所存在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在往这个这个方向进去走 包括我们当时在 澳大利亚在悉尼 他这个这个这个唐人街的 他们的支持者的小粉红 当时喊的口号 就是留港不留人 哪怕把香港人船部赶走 他都在手不息 所以这些人是跟恐怖组织一类的一个类型的一火香道 这才是理解中国政权的这个正确的一个 一个 perception 这个是能够理解他 所以他现在你看 他把这个整个你说通缉13人 这是一个浪花 真正的事情就把中国 把香港的反对就是泛民联盟的反对 政治反对派所抵灭 也把香港极端发达的公民社会 现在是跟中国大陆一样 斩草熟跟这个靳平兄会会有感受 中国有多少的有这个非常历史心头的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 在香港是极端强大的 从这个 就是那个 我们讲的这个支援会 就是1989年胜利的支援 中国民主运动 爱国民主运动联盟 这个委 现在已经灭掉 也把这个反送中时时间 是这个期间非常相大的 这个 民政 香港的民政 不是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这个民政 就是民进人权 政线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平台 共享平台 它会动员 这个上百万 两百万 两百三百万人 上街的 当然还有些香港 这个大律师工会 那个是世界上的 这个能量非常大的 那他还有还有教师工会 还有学生的这个这个民邻潮 这么幻想长大 还有还有工会 就是国行各业的这种强大的共民 这个共民社会 现在两三年时间 被习近平 被习近平 吹残 待见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一种一种邪恶力量 但还有被吹残的就香港的自由媒体 你就是原来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书刊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民进的书版物 刊物 就是你到机场到公共商核 现在已经一勺往光 就包括把把把像像像像这个这个 李智英这些这些已经在世界上交友很广 然后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媒体在实际上 这个啊 享誉那么高的 他的媒体系统也给灭掉 所以是看到这个香港 现在说去通缉这些人 只是啊 所以对我看来是小杀一点 真正的事情是把中国的 把香港的政治反对派 民进这个共民社会 吹残残残 目的是为了为了维护 共产党的这个专制政权的安全 这个这个台湾人也好 还有台湾是民主社会 刚才静平兄讲的 绝对应该临手起来 对付这个这条红龙 他这个是张海雪猴 要吞没香港 吞没台湾 要还要对整个国际的自由秩序 竞争全面的挑战 OK 谢谢 讲得很精彩 这个静平先生 听听您的观点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非常错愕 所谓的错愕 主要是香港政府 居然能够采取这么烂的一种手段 香港按道理被殖民了一百多年 多少学了一点西方的皮毛 学了点气质 不应该做事这么low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共产党交了他们一招以后 清除越南而胜于南 共产党还没有悬赏 逃亡在外的什么政治意见人士呢 还没有悬赏呢 我们还没有这些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谁 有标价值多少钱呢 这什么港府军事学这么烂的招数 那悬赏通级悬赏是什么意思 西方国家也用 但是呢 他仅仅陷于那些最大恶极的恐怖分子 国际上承认的那些恐怖组织的头目 那些人干了伤天害理的 见不得人的事情 是属于极端邪恶的势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西方为了捉拿这些人犯 可能去用不克牌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用赏金去通缉去 要求的各种线索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 把这些人挤拿归案 这是仅仅针对那些 有严重的暴力犯罪的 这种罪大恶极的恐怖组织 怎么可能会 现代文明社会 怎么可能会对 一些政治异见人士 采取这种悬赏的方式 这是非常非常可笑 共产党现在全世界 最臭名招数的一招数 叫国家 这个 国家失踪 不叫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来着呢 就是 无缘无故的 一个公民 活不见人 死不 死不见尸 叫强制失踪 这是共产党搞的 国家恐怖主义 一个人 你犯有天大的罪 你判他 抓他 判他 杀人不过头点地 对吧 你共产党有自己的这个刑事诉讼法 你抓了判了就是了 没有说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像高智胜最著名的 到现在为止 人在哪里 因为什么事情 这个这个这个被什么机关 拘押在什么场所 是死是活 不知道 这个人消失了 这是共产党最邪恶的一个地方 但是 还没有采取这个闲赏海外的这个逃亡人士 而且是港府非常非常蠢 他这个做法不但收不到什么效果 反而会让全世界看清港府的这个政权 他的流氓性质 他已经被刺化到什么程度 反而会鼓励更多的人去支持这些意见人士 那几个五个人 如果他们港府要不采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悬赏的方法 我还很多人我都没听说过 哎他这么一来反而让他们出名了 反而让他们有更大的群众基础 反而对港府的未来啊 执政更加不利 对港府的独裁 更加构成一个危险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非常 不但是邪恶 也是极其余成的一个做法 好的谢谢 香港政府现在完全沦落成中国内陆的一个城市 所以他们的做法 我想你不能用他在 英国统治一百年 他还有一些余温 还有一些这个残留的文明残留 我想他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共产党所领导 你就可以想象他会到沦落到 坠落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是非常可悲 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是拥有西方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个国际中心中心遗址 所以非常可惜 那么